记者杨新会台北报道,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殷宁被控用公帑将输过残货送自家张化社服团体,他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整件事,强调北农是民间公司,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外界关注北农今下午的董事会,吴殷宁是否会被撤换? 陈景峻被问到相关问题,他强调不希望北农成为一个政治角力的地方,吴英宁记者会中说,对后来造成的风波,感到很大的抱歉,这是一万九千多元的小事,因为我的关系,社服团体受到这么大的波及,吴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收到输过残货的社服单位内,看看这些老人的心情 陈景峻表示,董事有权提案,但还是要经过董事会,他并不希望北农成为一个政治角力的地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会给民众不好的观感 他认为,公司或个人有问题当然一定要检讨,但别把复杂的政治因素掺在里面,这对公司长期发展很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